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律界人士他们准备有一个抗议 其实这两天他们已经在立法院门口 已经静坐了一段时间了 我看有张静律师他们在里面静坐 而他是为的是陪审团制在呼应这个事情 陪审团制那就是说要进行司法改革了 司法改革这可是戳到了蔡英文的痛楚 他可是不可能要司法改革的 他们现在有静坐 然后过两天说7月7号还有一个 如刑围着这个立法院转一圈 这个问题您那边观察是怎么个情况呢 因为如果用蔡英文他现在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制度 他可以随时随意抽换法官 那么他自己所要属意的任何一个官司 就可以换到他满意的法官 帮他完成他的意志 关键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是柔性的独裁 他们律师这样的抗争你认为有可能吗 即便不能成功也必须凸显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他们不抗争不凸显那民众连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知道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司法的大倒退 对不对 应该说台湾过去的司法情况当然更为严重 现在已经是有进步了 那么他这么一做 应该主要是要保护他自己的贾博士们的相关问题 那么至于司法会倒退多少 这我不敢说 因为如果就1980年当时的美丽岛事件来说 或者是陈文臣事件 当时台湾是没有任何司法独立可言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极权主义者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么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局面至少有相当部分的法官 是具有独立判断精神的 那么蔡英文他现在用这个制度 他顶多可以不断的冲换法官 来完成他的意志 其实蔡英文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保证他自己绝对不要上监牢如此而已 他不希望自己被判刑 可是他确实是违反了 非常多的法律上的问题 就是说他所搞的这一套 他有权利随时更换法官 对 那之前其实在陈吹扁案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也出现了这种临时换法官 那个时候不是国民党当政吗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目前为止来讲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你说是不是叫倒退 我说很难说 原因就在这里了 因为台湾的司法进展速度 进步速度 是相比台湾的整个社会进步速度 那个是差距很大的 台湾的社会进步速度已经追上美国了 但是司法的进步幅度 可能还停留在许多的东南亚国家的阶段 我很几年前 那个时候看一下关于台湾的政论节目 有一个叫胡中信的 这个人他在做主持人之前 他就做一些嘉宾 现在他自己主持这个节目了 他做嘉宾的时候 我看他有一种说法 他说台湾有70%的人 不相信台湾的司法数字怎么样 是这样吗 最近这个比例可能稍好一点 现在大概可能是 可能是降到50%或者是45% 你的意思还比过去还好 对 因为为什么呢 至少司法在判定非政治问题之前 这个基本上大家认为问题没有很大 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问题的时候 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因为大多数的司法案件 是在处理许多的民事案件 包含离婚啊 包含家里面的财产啊 或者是一些车祸啊 等等的这些理赔诉讼啊 这些部分呢 基本上是依法在进行 你认为还可以 就是如果是在民宿诉讼不涉及到政治问题的话 那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依法审理啦 但是一旦涉及到政治问题的时候 那就好像中华民国台湾 居然已经这么多人读硕博士的 比例也是全世界排名第四 可是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大学校长 也没有任何一个教育部的官员敢出来 说清楚这个学历是真还是假 这就表示我们的政治 在客观程度上 是有问题 我们在言论跟各种相关的 自由的保障上 一碰到政治的最高权力 就会拐弯 台湾一直 其实也是这样吧 司法从来就没有独立过 对吗 所以现在 这两天还 苏贞昌还说什么 三权 说民进党的那个 坦康就是三权 哪有三权 还是一权嘛 他光是任命这个 监察院长叫陈菊 是被弹劾58次 然后有30个案件 然后他的官员有三人下台的 这样的人去当监察院长 就已经在违反 整个宪政精神了 但是监察院长的任命 不就是他说了算 然后立法院民进党有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当了监察院长了 他不可能不当吧 对 当然当 不过很好 他这样做历史 一定会记上一笔嘛 他任命的监察院院长 副院长 是具有这种乌漆妈黑的背景的 这个历史上肯定要记一笔 而且老实说危害不大 但是呢 对他自己的名誉的妨碍却很大 有质疑吗 现在 当然啦 就是群众的眼睛 当然是血亮的 连民进党内部只是不敢作声而已 不代表他们同意啊 现在是因为台湾惧怕总统的权力 因为台湾的总统权力太大 他可以伸金 剪紧特掉线 所有力量他可以急于一身啊 当然大家会惧怕 而且任何官员 他要让这个官员倒霉是很容易的 所以没有官员敢讲真话 也有道理 就是现在整个还是跟过去的国民党一样 是党国一体的政治 一点都没有改变 应该说除了在民间的 这些九成的 或者说九成九的民事案件以外 有一个百分之一的政治事件 但这政治事件如果涉及司法的话 是没有办法客观的 自古以来司法还是服从于政治了 就华人历史来说 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例外 只有香港前面的几十年例外 但香港最近也没办法例外了 香港的问题你有关注吗 最近 我关注我关注 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香港目前的情况 就跟深圳是一样的 它已经无区别于深圳跟上海了 这个是我怕难以挽回 这两天我们看到台湾跟 索马里海盗要尽叫了 是不是准备完了 给索马里海盗提供一点 什么落后的军舰呢 让索马里海盗也武装起来 以前索马里海盗不就开着小破亭 在哪拦截 最近到台湾来 现在正式的我查了一查 这个索马里兰 上次我们说的是 去一号刚好才有那么一个消息 然后仔细看了 原来这个索马里兰 就是索马里的这么一个海盗 那么一个老窝 台湾想干什么 卖给他一点破军舰 还是怎么样 我想这很可能是 蔡英文政府 他的非洲政策 有了一些什么特殊的 这种undertable的策略 否则没有必要这么做 这是一个不被国际承认 但是在联合国里面 说话全力的 对台湾 毫无任何帮助的 这么一个小部落 台湾现在还大张旗鼓的 又是什么外交突破呀 又是签字 又是互害这个什么 互设这个外交 干嘛呀 洗钱吗 这不无可能 跟这样的海盗国家 做这样的事情 不无可能 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 是 这个事情反对党也都没有说话 现在反对党啊 跟耐心者一样 是另类的被软禁了 另类的被点穴了 另类的吃了三尸脑神丹 废啊 台湾的主流媒体 有救这个 沙马里海岛这个事情 说话吗 主流媒体 台湾目前的主流媒体 都等待着换照 没有人敢讲一句 蔡英文的坏话 那么严重啊 最近 他趁着在换照前嘛 该做事都把他给办完 也能换照啊 就在最近 最近有换照了 就在最近 真的就在最近 当然他可以拖个一两个月了 拖越久 对他越有利了 有一个什么 三千块钱的一个购物券 网友也讨论的比较热烈 就是还要拿一千块钱 去买三千块钱的购物券 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政策了 这个叫做扰民政策 据说是苏联商发明的一个蠢政策 有人说是苏联商故意要让蔡英文跌倒政策 就是说这个券还是有什么限制的 还不是说随便可以发的 但是干嘛要拿钱去买呢 那买回来那部分钱又去哪了呢 其实这个部分连民进党自己内部的人都说实在蠢币 本来明明是发起了好事情 就把它搞砸了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还在进行 很容易 你拿到三千块 我根本没去 因为我懒得给人应付他们 这么大的二天 万一中了数还不值那两千块呢 你有资格拿了三千块吗 我没去对 总而言之我对这没兴趣 免得他在路上 要是派人把我给绊倒了 暗杀我了也不妙 现在是不出门吧 门口有没有什么客户在你这跟踪一下 我想肯定是有的 我是极受重视嘛 也非常谢谢他们照顾我的各种 这个实意住行跟安全 总否这么关注我们也算是一种荣耀是吧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对台湾内部的事情 一些局部的事情 我不是很了解 但上次曾淼宏老师说 他出门之前有一个奇怪的车 停了他们家门口 然后跟踪的 军人的敏感 居然发现了 他是被前后包抄 对啊 对对对 这种白色恐怖在台湾 还是很严重吗 现在 其实在蔡英文当政之前 已经没那么严重了 之前就马英九 马英九跟陈立宾的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恐怖感 现在全都倒回去了 蔡英文确实有倒回比李登辉的时候 更糟糕的状态 唯一的反对声浪就是这边嘛 冯文正老师那边嘛 其实他也没有 我没有看到 对 彭老师是主要对准他的那本论文嘛 我是全方位的对准蔡英文所有的不对劲的地方 论文的事情 现在 文正老师还是在继续 他每天咬着他的论文 逐字逐字的在考察他哪里有问题吧 有一句话 前两天我看他讲的我也觉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英国的一个某某人说了 说这个英国没有诚信 这个您认同吗 我觉得这个 连接英国倒是没必要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倒是可以借此跟所有观众朋友说 蔡英文不是声称他在英国两年就拿到一个半的博士学位吗 这件事情呢 只要蔡英文认真的说了这个话 而且说了两回 那么就表示 他是全英国一千年来 拥有英国博士学位 两年一个半的唯一一个人 他比任何一个英国人都聪明 他是有史以来在英国拿博士最快 而且拿最多的 两年就拿到一个半的伦敦大学的LSE的政经学院的博士 这个女王应该办给他勋章啊 对不对 所以只要蔡英文说了这个话 是实情 那真是不得了的天大的大事 他真的是获得今世世界纪录 其实也不只有在英国啦 在全世界他都破纪录 两年拿到一个半的博士 世界唯一 你看他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世界唯一的今世世界纪录 这多可惜啊 我们得大家把它好好的宣传宣传 民进党那个 党纲啊 现在就是已经被扔到垃圾箱里面去了 当然 还有还有人在提那个民进党党纲 民进党他们现在自己里面的人啊 基本上也都服了三十脑神丹啊 被废了 穴道全给点了 脚筋给挑断了 所以民进党的人呢 也恨得牙痒痒 他们其实也不代表都支持蔡英文啊 本来民进党党内支持蔡英文的人就多过于半数以上 你说那一半数以上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一样在冷冻库里面不是吗 并没有所有民进党的人都获得任命 任命嘛 对 反而不听蔡英文的话的 一样把你放在冷冻库房里啊 而且他们更惨 还不能出来反对蔡英文 至少我还能说说蔡英文哪里做错了 是吧 为什么你可以说别人不能说 我说民进党里头的人不能说 不是我 不是 民党里面的人就他就没法说 因为他是民进党的嘛 曾老师一直在说 曾老师一直在说 他不是民进党的啊 他不是啊 他不是民党员 他不是 这样啊 对对对 以前比较支持蔽英是这样 因为民党员只有三十多万啊 但是投给绿的可能有六百万 对对对 好 咱们跳出台湾 咱们看看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 咱们说点别的 您对美国这个独立日 你有什么想法吗 今天里边川普也是有一些讲话 而且有一些活动 放一些什么李炮 然后你看了川普那个讲话了吗 川普还有一个重要动作 我提醒大家 川普跑到美国的总统山去 就是有总统雕像的那个 显然他也希望有个雕像在他那 显然呢 他可能要在未来的四个月里面做点大事 这个大事呢 看来他得冲着中国干一点事啊 但是呢 你很明显的他对中国自敢打 常常也不敢打老虎啊 你认为这次川普还会连任吧 我觉得很难 很难是什么 你认为那个反对党 民主党拜登能打败川普吗 他现在的名字要落差真的很大 不过他如果发动战争 情况就不一定一样了 发动跟什么战争 跟中国在南海啊 搞个岛礁战争不就结了吗 那个地方其实是不可能发生什么 实质性的战争 对 只是生性的玩一玩 你还要玩个什么 本身那地方也没有任何的领土 对吧 你这话 就算你把一个什么破岛礁给炸平了 其实还是等于零嘛 现在就没有什么意义吗 对 但我觉得他们会操作媒体 我认为他应该会操作南海岛礁的事情 对 他不会做实质的 比如说香港啊 或者是澳门啊 这事他不会干 香港他们把这个香港 那个什么引渡什么乱八道就取消了 你认为这有什么 有什么作用吗 这是消极性作用 他不做也不行嘛 这跟哪一党没关系 这件事是任何一党都得做的事吧 我倒不觉得现在能有什么战争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舆论操作而已了 真正的 现在都没有道理 发动什么战争 尤其像在这种三不管地带 就比 比方说像钓鱼岛 钓鱼岛也属于三不管地带 对吧 就是一个岛 你谁上去呼两下 管什么 但是就是 删过一种群众情绪 把一种什么情绪煽动起来 因此而已了 我觉得 钓鱼岛正确地说是 日本是很管事的 对啊 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啊 对 日本其实对钓鱼岛是很在乎的 而且很认真的 但是现在是个说不清的地带 不见得说不清 只是有些人不愿意说清 就好像蒙古到底是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这件事难道说不清吗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人去真正的去讨论 那现在已经就这样了 人家蒙古自己是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到现在地图还画它是我国领土吗 那是你们在画中国大陆好像没画 但是我们也把整个中国大陆画成是我们的领土啊 对啊 所以台湾那个画的也是有点没道理 把自己打了一个大嘴巴 一看你就不瞎话 这就是神经病吧 画了半天 有人理你吗 没有人理你啊 对啊 所以这个部分是真的应该要把它说清 没有理由说不清 他也不想碰这一块 我觉得现在他什么都不想碰 只要自己全力稳固了 台湾是一个小的摇签树 我们要把这小的摇签树给控制好 因为其他东西其实他不是不管的 我导致问他在未来的三年的修宪啊 会刻意把领土的部分修好 接着修宪呢 他就可以再连任两次 因为把领土的这部分修好是大家不会有意见的 但整个宪法重来 制度重来 他就可以再选两次 领土修成金马台就那么一点点 对对对171个猎岛嘛 能起什么作用吗 能有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吗 反正呢制度重来啊 他可以再选两次总统 就像普京那样不是挺好吗 你下一次准备选一选总统 我啊 我首先要确保我还没被暗杀才行 我最近有这个迹象 也确保我没有被气死才行 没有没有 我每天都先把遗书给写好啊 没有 没有那么 上次我们还挺乐观的吗 我是乐观啊 你看我现在有不乐观吗 只是我们要准备好天有不测 这风云吧 上次我看 你之前说他的疫情是零 但是有一位日本的女生 在台湾说是没有得病 但是回到日本以后就被检测出来 是感染 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台湾的疫情 可能这个零案例是不是假的呢 这个我确有怀疑 我确有怀疑 你要说完全零 这真的不容易 对啊 所以因为 从报道上来看的话 他是一直说是零 标榜的非常好 可是那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日本的这么一个案例 这个我们在新闻上也确实看到了 当次曾淼宏老师他也提到了这个事情 那就说其实让台湾现在这个情况 并不见得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的乐观吧 他现在大概在创造一种神话 因为蔡英文现在要经营出他这个防疫神话 因为他拿不出别的政绩啊 所以防疫神话是他要努力经营的 他用这个去申请什么WHO 最后也没有理他吧 这个事情 你这个在提醒我的 我请我们的这个助理制作人 帮我记录啊 那要做一次这个蔡英文的防疫神话 想要挡住蒋博士们 对啊 这个事情 因为之前一直 他是以这样的一个理由 不管是申请什么WHO啊 不管是标榜自己是如何如何 然后贬低大陆里边如何如何 最近闹了半天 这怎么出来这么一个事 那就是一个呀 这是发现了一个 也许是没有没有发现的呢 对 就是我们当然也可以再做第三个题目 就是那个蔡英文斗不过谭德赛谭书记吧 那不是那么严重 就是你们在那边现在 对疫情的 就说比方说什么保持距离啊 什么这个 还有 还有还有还有 我们上捷运公车都还得戴口罩 是戴口罩 对 那校园都还要检测 那进各大餐厅的都还量体温 量体温 对 但是进到餐厅里边或者集会啊 这东西都不受影响 机会减少 看电影的人也大幅减少 像公共交通 比如说捷运啊 Bus啊 都得戴口罩 只戴口罩 对对对 他现在口罩不紧张了吧 现在不紧张 因为每周一个人可以获得大概是五个吧 一个五块 台币五块 台湾送给很多国家口罩 但自己人都没有啊 这个事情 就目前口罩算是够用吧 嗯够用 您看那边这个星期 你们台湾还有什么敏感问题吗 根据您的翻查 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 已经进入是经济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现金进不来 这个经过了这大半年 其实已经产生了威力了 游客吗 你说就是游客 不紧游客 不紧游客 包含台湾对大陆的订单拿不到 普通的贸易 现在就说大陆应该对台湾 现在有一种叫经济制裁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以往从大陆必须吸收到30%的资金 在我们的GDP上面 但这个30%呢 现在连百分之都要不到 我们就缺了25%的资金 你想想看 一个这个36平方公里的 然后2300万人的这个岛上 如果忽然缺了四分之一的资金流 会发生什么事 这当然要发生大事的 很明显吗 我看政府苏贞昌 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事情吗 因为他薪水没受到影响 他没打十分之一折 他没打折 我们都很赢 所有其他人都感觉到了 老百姓已经有感觉了 他还明显了 大家全部都是省着点用 台湾经济有多少比例 是一来一大陆呢 30到35 百分之30到35 这个情况是相当严重 这个口罢 蔡英文绝对没有能力解决 他根本就不会考虑 清晰因素了 他的所有的重点 都放在他那个椅子 是不是能做到 对 他也没这个大脑 说真的 你叫他认真想 他也想不了 作为一帮奴才 都是如何去保好官位 哪有什么经纪人才 您说的对 没错 就是保好位子而已 完全没有了 现在位子 保得还真稳 这不能说 哪不能说 是保得很稳 没错 有的时候你看一些 美国之音有一些 这个文章 也开始夸他 而且有一些 北美的 有一些很奇怪的 评论员 他们并不了解 台湾的局势 或者说并不分析 台湾的情况 也把蔡英文标榜的 如何如何 也去解画 我们媒体 也就 我觉得这些东西 真是 他们自己做的 一种 做出来的假新闻 对 因为他可以买通 这些人 给这些人 每年多少钱的经费 然后我们做研究 做项目 他就说好话了 他们说这次去立法院 这个叫白山军是这样吗 是这样定义的吗 我还是说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了 因为这个是当地的律师们组织起来的一个活动 所以当地的媒体似乎是没有禁止报道吗 还是说也禁止报道了 报道还是能报道 但是报道的都是语言不详 很少一点点 我是通过文正这个栏目上看的信息稍微多一些 对 他的地方好像我是没看到 但是你那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些信息 就是要去拼凑了 OK 主流媒体都说的不清楚 完全不能说的 就他们怕他这个患症出问题了 患症就说如果不给你那个症的话 这个电视台就要关门吗 是这样的 你可以减少频道啊 不严重 非常严重 你脖子被人家掐着 你还能够有什么自由可言 怎么办呢 那他们现在就是 等换完照再说 换完照再说 这一个照管几年呢 一个照管四年 四年呢 对 因为他迟早要换完的嘛 我再看看一些台湾新闻的 看完以后 真的觉得换完 看看就没什么内容 怎么看怎么看 没什么内容 对没错 他最近的战法就是这样 让一切没有内容 no event no complain 对 这是他最近的策略 老百姓的情绪呢 老百姓觉得反正就是 也没有减低那个 比如说前部有什么 发起一个就是 不看三立电视 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你订三立电视台 这个部分当然也对三立电视台 是有杀想力 订购 你们在内部啊 订购那个 有线电视啊 也是要付钱 那么要订购吗 没有 如果是用YouTube订阅的话 是免费的 哦 这样啊 对 YouTube本身订阅三立的所有节目 是免费的 哦 因为他透过APP 跟那个YouTube嘛 哦 这样啊 对 他是叫大家退订的意思 陈老师 我们现在啊 跟观众朋友 是不是就宣布 我们改成每周两回了 可以啊 但是如果有 可以啊 如果有一些新闻 热点话题的话 我觉得可以 就可以变三回 是吧 哎呦 就是这个星期 我这两天 我们看到你们那边 没有新闻出来 除了那个 马里海道 阿里拉海道以外 我看不出有什么新闻了 那今天 这样都是这个国际新闻 美国的多一些 中国那边 一点没有什么 这个全世界各地 整个现在都 大家都在这个疫情 还没有完全解放出来 这个状态下呢 就都 都不动啊 都看不到 有任何的 机能 所以我也 这两天 那个 听听您那边 看看也没有什么更新的 除了张静 律师他们有一个 司法方面的一个抗争 卫审团这个 在抗争以外 其他的我就 看不到吧 最多就是下个星期 陈局这个 万一这个什么 这个监察院院长的事情 还能再弄一点 什么小事出来 完了也就结束了 就看不到新闻了 其实也没那么难 因为我们大概有 二十几个那种 叫做 网路传媒 有一大堆什么 信传媒 疯传媒 一传媒 一大堆那些网路传媒 什么进传媒 这一大堆的 这些网路传媒 会给予非常多的 关键讯息 台湾其实是没有秘密的 我是每天早上 看一看新闻 有一些国际新闻 我也看一看 然后台湾新闻 也看一看 他说您可以也关心一下 国际间的大事 我有兴趣到 因为我看您研究历史 研究了很多 我还有个国际台 我也跟欧重庆教授 国际台 欢迎大家订阅 对 我有五个国际节目 欧重庆的北美洲 欧重庆美国报告 欧重庆看中东 跟欧重庆看欧洲 国际新闻 就哪个地方比较多一些 台湾以外 台湾以外 我主要集中在北美洲 跟中东 还有中国 日本 韩国 再一个是南亚 花很多时间要看资料 北美洲 那是美国和加拿大了 对对对对 我大概每天要看六小时的资料吧 我们是看美国的多一些 因为美国它这个新闻 多少还是有一点 的意义 就是评论的价值 它的有一些政治动态 能影响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前不久 还有一个评论 我看一看 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 就是德国 德国呢 好像在很多国际上 它并没有跟着美国的户法走 我注意到了 你有感觉吗 因为梅克尔 他显然跟习近平的关系 是不错的 他基本上 他的中国政策 跟美国的中国政策 可以说完全不同 当时也看 我倒不认为 他跟中国的某一个人的 关系不错 我是觉得 他可能是对美国的 有些做法 他有看法 当然因为川普的做法 很容易有看法 因为川普这个人 首先神经不太正常 第二个呢 他自己是生意人 很多他的着眼点 是为了自己做生意 所以你说要完全赞成他呢 这也不是太妥当的事情 所以欧洲那边就是 所以我前面 我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 德国有一点 想法 至少有他自己的一些观点 要完全跟着美国走 那您对 俄罗斯有研究吗 普京他现在是 可以联任到2036年了 因为他又要再延长了 对 他也修宪了 他给了蔡英文末大的启示 所以很多人跟他学了 他是普京大帝 对 他是普京大帝 他可以干到83岁到84岁之间 确定了吗 确定 确定 他的反对党 那个干过国务院 他们的相当于副总理的 这个人反对啊 就我在这个广场上 他被乱枪打死啊 打死了 已经打死 乱枪打死 查不出是谁啊 什么时候打死的 前几个月 对啊 因为他反对普京这样修宪吧 我认为他再延八年的几率是很高的 坦白讲 他会延到他大约76岁左右 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这个政治走向 确实又走掉了另外一段去了 好像是 其实全世界啊 你要再位36年的领袖啊 从这个地质时代 至近三十年来看 都是不多的 并不容易 他那个社会的发展 你有研究吗 比方说 俄罗斯这个社会 他现在的经济状况 他的卤部严重贬值吧 而且他的传染病非常严重 他的艾滋病非常的 肆虐啊 对俄罗斯吗 对 艾滋病和现在的新冠病毒 是现在俄罗斯的两大潜在敌人 新冠病毒这个事情 现在有什么结论吗 现在 就是疫苗发展不出来啊 现在各个国家都没有出来 因为他不断地在变种 这疫苗难以兑付 怎么办呢 那今后这个发展趋势 大家永远处在这个恐慌之中吗 我对付蔡英文一本假 假博士论文就已经头 一个头两个大的 哪有办法再对付新冠病毒啊 这是我管不了啊 我只能管管华人的这个历史跟这个未来 能不能从台湾的这个民主宪政走出一条华人的新的自由道路出来 这是我所关心的 也是我未来毕生所这个奉行的 但因为我还有个四五十年的时间 把这华人的自由道路给经营出来 华人的新做票 最近有没有研究 有没有更多的研究 这个问题太难了 因为他封锁起来 他这个封闭性的东西不好碰 但他的论文呢 就好就容易了 他论文自己公布在那儿嘛 刚好说我们就说定了啊 跟观众朋友报告 我们呢 周三跟周日 大概是两点到两点半的时间呢 肯定给大家做一个直播 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 您看如何 可以啊 对 那我们要再加时间的话 我们就另外再通知大家 嗯 我们就变成是一个直播节目 在YouTube上 大约是周三和周日的两点半 好吗 好吧 好的 感谢大家 谢谢陈老师 谢谢 欢迎大家 DK欧崇津电视台 欧崇津博士Fashion台 欧崇津宗教台 欧崇津教授国际台 和欧崇津北京反对电视台 怎么那么多电视台 我有五台 哈哈哈哈 有两个就可以了 以防止被他给灭台 OK 不要太那么多 太多了 我们已经有六千多字片了 在五个台里面 加总 合并合并吧 合并起来 那太多片了 我们分类分类 宗教归宗教 集中火力 蔡英文 蔡英文归蔡英文 宗教归宗教 因为有的人品位不同嘛 分成五类的兴趣 好 陈老师 咱们周三见 谢谢 感谢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